音量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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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一下如何 將新買的免加水電池 進行 注入 電瓶液 的方式 水貨呢,他會附給你一個說明書 就是說左右兩側 各三側,至少你注入的時候 至少有一管有氣泡 然後依照原杖的靜置20分鐘 以上,那如果都沒有氣泡的話 那你輕輕拍打,可以 好,那你買的時候一定會有 這一個,OK 那其實這個我已經拆起來了,這個是那個 這個膠條 就是說當你注入完畢之後 20分鐘之後呢,再把膠條放回來就好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電瓶液 電瓶液上面有寫說OK blah blah,危險啊,等等等等 好,那這個基本上是密封的 那我們不用怕,因為它是密封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去將這個拆起來 紅色的這個部分拆起來 紅色的這個部分拆起來 好,那這邊都有尖刺 那現在呢,我們就直接對準 Alright,對準 然後呢,我們就將它 對準 就把它插出去 OK 然後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是不是有所謂的氣泡 有啦,有氣泡啦 我們看一下 氣泡蠻多的 OK 左右兩側都有氣泡產生 注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就是依照它的說明 就靜置20分鐘 我們再將 新的電池安裝到 你的摩托車上面去喔 好,那注入的方式就是 這麼簡單 OK 20分鐘還沒到 那我們摸一下這個電池啊 可以發現啊 裡面正在起化學變化 OK 微燙 溫溫的 那20分鐘之後呢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將這個膠條 封上去 我們就可以去新車 不對 去你原本的摩托車 去安裝這個新電池喔 可以看到時間已經快來到20分鐘了 好,那 我們等一下 在裝回去之前呢 我們先來確認一下它的電壓 OK 20分鐘了 好 那我們先來確認一下它的電壓 它的電壓 它電壓新的電池呢 我們看一下 在注入電瓶液之後呢 OK 這邊是正 旗幅 記住 紅正 黑幅 看一下 現在是領域嘛對不對 裝回去 OK 12.81V 好 標準 OK 好 那有到12.8V就對了 那我們等一下啊 就用這個 新安裝好的那個 電池液呢 的電池呢 我們就可以裝到我們的 汽車上面去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拔掉 不要被電瓶液噴掉 記得等一下洗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將這個 Do not open 這個部分喔 把它裝塞回去 記住要壓平 OK 好 反正確定壓平了就對了 如果你沒有壓平的話 有可能會那個 以後會蒸發掉 好 那 OK 等一下可以把它裝到 抹這個車上面去喔 電池電壓12V OK 888 好 那它有寫啊 電池在中間下的檢查 使用了電壓表量測 規定標準電壓是12.8V以上 所以這個 新裝的電明幣有達到喔 那這是我新買的電池 可以看得到 在這裡 好 拆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將螺絲放在上面 比較不會掉 OK 掉下來 提起來 好啦 那第一個 背蓋是拆起來的 那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OK 這是 附電的地方 記得不要用那個 金屬去碰喔 附電的地方 等一下再用就好 附電的地方 附電的地方 那我們拆的時候呢 跟汽車接電或拆 接電方式一樣 我們拆一樣 先拆負極 OK 那就先拆負極 為什麼先拆負極呢 因為你的車體是負極 這樣就不會有導電的問題 但實際上我們拆電池呢 根本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是原理的電池 所以不會有任何問題 那 記著這個螺絲放上面 接下來呢 我們來拆正極 當然你可以先拆這個 那沒關係 我們既然拆了就拆了 我們先買這個拆下來 沒什麼影響 好 那 正極的螺絲也拆下來了 好 建議大家使用這個做功能 活動完熟 你可以調各種不同的角度 因為在這個地方的話 施力不太好用 你用原始工具的話 也許OK 也許不OK 那 因為我原始工具不見了 可以找到這個尺寸 剛好是OK 那你擦這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這邊下壓一下 那記得喔 你看這個角度剛好 然後呢 我們就往右 我們就往左 OK 轉鬆了 聽到一聲轉鬆了 對不對 接下來就很簡單了 OK 這個固定片就被我們全開了 Easy OK 一樣 都是放上去 然後把舊的電池取下來 OK 這個電池要用幾年的 應該也要換了吧 OK 我們都取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放上新的電池 記得我們裝電池的時候 要先裝正電 因為呢 車體是負電 我們正電裝好之後 就不會短路 當然這要短路的機率很小 只不過呢 我們還是遇照規矩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舊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螺帽 它還有一個螺絲 所以我們要先把螺帽塞進去 OK 都用新的 OK 導電力比較好 接下來呢 我們先鎖正機 跟舊汽車電 是一樣的 記得用新的螺絲 先將正極鎖上 好 那我們就鎖上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將負極也鎖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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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將這個固定片 鎖上去 先用手轉一兩圈 然後再拿出這個萬能的 很手 找到的是的尺寸 找到的是的尺寸 對就這麼簡單 好這個要蓋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將這個螺絲蓋子 拌回去 很簡單啊 放進去 然後再 鎖起來 好 那我們再來試車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電瓶已經換好了 我們來啟動看看 好我們按壓看看 聽一下聲音 好按壓 OK 正常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